哎 Timmy 这几天真的可太热了 你知道吗 前两天四川发布的气温通告 我们有部分的盆地地区的温度 已经超过了38度了 尤其是卢州 有7个区线的温度 都已经突破了40度了 天呐 现在电风扇都被热成了电吹风 现在空调对于我们来说 简直就是就是主的 真的 而且现在天气太热了 都没有胃口吃饭了 啊没有胃口啊 那要不等一会儿 我俩去吃一个麻辣火锅 再给你来一份绵绵冰 冰火两重天 绝对地打开你的味蕾 泽永老师 不得不说 还是明明未知 但是这样的吃法 的确是太伤肠胃了 严重的话 还会引起不限嘛 你还别说 我真的就是这样吃的 然后吃一次呢 要跑好几次的卫生间 嘴巴呢 倒是尽兴的 但是肠胃呢 是真的很难受 当然还好 我有益生菌的呵护 嗯 那你还真是聪明嘛 目前 学术卷对于益生菌的研究 虽然并非十分透彻 但是也有许多有价值的发现 其中比较确定的是 益生菌的确能够对 人体消化吸收食物 产生重要的影响 不少证据表明啊 对于某些特定原因引起的腹泻 如轮重病毒感染 引发的腹泻 及时的补充益生菌 能够有效的缩短腹泻病程 并且减少腹泻次数 但这并不意味益生菌 对所有类型的腹泻 都能够产生这些效果 比如细菌性肠胃炎所造成的腹泻 益生菌就爱抹人猪啦 那Timmy 我们要如何去让我们的益生菌 发挥更好的功效呢 想要益生菌更大程度的发挥作用 也有两个条件 一是选对菌株 二是益生菌产品中的活菌数量 需要达到一定的数量级才行 我国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的 可用于医药而食品的菌肉文端中 包括 肾酸乳感菌 动物双齐感菌 乳双齐感菌 熟里糖乳感菌 螺一式乳感菌 发酵乳感菌 短双齐感菌 这七个菌肉 一般呢 对于含有这几个益生菌的产品 都是非常值得欣赖的 我们再说一下活菌数量 我国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 益生菌类保健食品申报 与评审规定中指出 益生菌保健食品在保存鸡类 活菌数目不得低于每毫升100万活菌肉 通常呢 市场上流通的益生菌产品 活菌数量都达到或是超过了这个标准 不过活菌数量也会受到 储存时间 储存条件等因素影响 想要活菌数量多 最好别放太久 当然 我们购买数量较多的时候 也可以放在冰箱冷藏室里进行储存 以延长活菌的生存期 啊 这样啊 那我真的可是学到了 对啊 还要提醒你们的就是 就算菌数对活菌数量足够 对一部分人有效的益生菌产品 可能对另外一部分也没有太大的效果 这主要是因为人们的肠道群群状况千差万年 个体差异会导致医生菌产品 然后会导致效果不同 啊 原来是这样啊 余生菌还要因人而利才行 看来呢 活之后真的得多多的去接触一下这方面的知识了 是的 诶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一句话 叫做 You are what you eat 那一拐的话就是 人如其食 用营养学的角度解足进修话的话 就是你想要变得健康 那你就得吃得健康 中国营养学会提出的中国居民善食宝塔 尝到我们清淡饮食 简炎少油 每天呢吃够一斤蔬菜半斤水果 主食粗细粮搭配 适当的吃鱼形肉蛋等食物 这不仅非常适合健康人群作为安排一日三餐的指南 而且对于促进肠道有益心的繁殖 维持肠道均群稳态也有相当重要的指导意 看来以后我真的得吃得健康一些了 别天天火锅串串串串火锅的真的太伤肠胃了 是的 杜阳老师建议您呢 通过合理的饮食搭配 让一日三餐中的天然食物 来为肠道筋群提供充足的营养 帮助肠道里的固有益神菌好好满吃 维持筋群稳定 同时呢我们也一定要用准养好的肉食习惯 一定要规力进餐避免暴影暴食 再加上益神菌的呵护 它就事半功倍了 通过今天的交流呢我真的是受益匪浅 但是我在想吧 要不我们俩再去吃最后一桶火锅 吃完了之后我们在一起 呵护我们的肠道吧 啊 是哦